你出棒的球路 這個球咬得扎實 右邊方向的飛球不追了 It's gone 全雷打 在一局下半 忠義兄弟連著兩棒出現了安打 當中也是內野安打 張志豪 則直接揮出了今年球季第七號的全雷打 追上了蔣志賢 追上了隊友蔣志賢 目前並列為全雷打王 也讓忠義兄弟2比0暫時領先 因為攻擊真的是來勢兇兇的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貝山說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如果能夠再選到自己的好球 來做全力攻擊 我想張志豪這次的打戲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釋放 你打罪就知道 王伯仁哥就不用再追了 只是看打多遠 完全饒重 就是說 我的看法從我擔任 所有球賽總部的 第一拍到現在我其實都維持得滿 顧慮的響很多 我覺得我常常覺得 三陣子是一種出局方法 而且各種變化很多 兩角球沒有壞球 王宇鑽球數領先 哇又是右邊方向的飛球 在哪裡 又出去了 Back and back 再一局下半 中信兄弟連著三支安打 張志豪那野安打 張志豪兩根炮 周董再補上一支洋根炮 這次選舉 這下也變成了3比0 今天球技的第一齁 從位置來看的話 我想面對張志豪那球 其實是投得很好 像那個話講 但面對到周思喜和張志豪這個球 從位置上來看的話 就要比較注意 這個球 位置掉得夠低 還是讓打手 硬是用手腕把它勾回來 他在身上用手腕勾 就勾到外面去了 以周思琦來講的話 他這些也其實在重量的重量很夠 所以說 重訓的結果其實就看到這個時候了 打不好 但是你還有一些力量可以把球往前關 3比0 哇 這個球左外野方向 又出去了 真是back to back to back 三連通 平時這次打出左外野方向的陽春胖 現在比數變成4比0 今年第一次出現的back back back 不要說今年連續三個打球都是拳雷打的紀錄 感覺上也已經去年應該沒有出現過的影像當中 這個位置還是比較遠一點 這一次是 朱以前也沒什麼機會了 眼睛的頭部的弧度 就是目送球往外飛 幾乎是有一個比較類似平射炮這樣的群組 嗯 4比0 4比0 好追上來隊友獎之前 目前並列為全力打王 也讓周英兄弟2比0 暫時領先 恭喜真的是 還是兇兇的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背山說我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如果是能夠再選到自己的好的來做全力攻擊 我想張森這次的打戲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釋放 所以打出去就知道 王波榮應該就不用再做了 只是看打多遠 嗯 完全搖中 就是說 我的看法總是因為我擔任這種所謂球在總共的 第一拍到現在我其實我都維持得蠻固定的強很多 我覺得我常常覺得三陣子是一種出局方法 而且各種變化很多 兩秒球沒有壞球 王英正球數領先 哇 又是右邊方向的飛球在哪裡 又出去了 Back to back 再一局下半 周慶兄兄弟連著三支安打 張正偉內野安打 張指導兩根炮 周董再補上一支揚之炮 一下子變成了3比0 今年球季的第一轟 從位置來看的話 我想面對張正偉那個球其實是投得很好 像那個話講 但面對到周思琦跟張曉雅這個球 從位置上來看的話就要注意了 這個球的位置掉得夠低了 還是讓打手硬是用手腕把它勾回來 他在世上用手腕勾 就勾到外面球 以周思琦來講的話 他這些其實在重量的重量很多 重量做得很夠 所以說重訓的結果其實就看到這個時候 打不好但是你還有一些力量可以把球往前外面打 3比0 3比0 哇這個球左外野方向 又出去了 真是back to back to back 三連通喔 平時正是打出了左外野方向的陽春炮 現在體重變成4比0 今年第一次出現的back back back 不要說今年連續三個打擊都是拳雷打的紀錄 感覺上也已經去年應該沒有出現過 所以這樣當然 這個位置還是比較短一點 對 對 這一次是 注意賢也沒什麼機會了 眼睛的頭部的弧度就是目送球往外飛 幾乎是有一個比較類似平射泡這樣的圈 4比0 5 5 4 4 1 2 4 1 1 2 2 3 4 2